喔 很多人都很期待喔 說接下來就要中秋烤肉了 但也要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恐怕食材費用再創新高 市場滿滿人潮 不少婆婆媽媽一早就有才賣 但事情恐怕沒那麼美麗 因為近期物價長翻天 想要買中秋烤肉的食材 卻越賣心越酸 我就是買一些日常用品的 來這邊就買菜啊 蔬果啊 一直以來都是不便宜啊 民眾真的超有感 看看中秋節烤肉食材都不便宜 玉米筍一百五十元 長最多的角白筍 原本每台金六十元 現在八十元 青蔥更誇張 一把就要一百一十元 每把蔥等於可以賣一個便當 已經回穩很多了 目前的價位都比之前的話 平均有跌了 差不多有一到兩成的價位 未來的話還會有再有一波的回跌 儘管業者說物價回穩 但民眾真的感覺不到 看看中秋節食材 除了小白筍 青椒葉從原本五十五元 漲到九十八元 整個價錢幾乎直接翻倍 蔡廁漲漲價更是回不去 租價格從五十元到五十七元 整個漲幅近期高達百分之十五 下週就要中秋了 烤肉食材漲翻天 今年烤肉恐怕荷包也要大食鮮 記者綜合報道